揭秘,唐都的六四毁城灾难,为什么大唐后在吴都城在西安? 揭秘,唐都长安城的六四毁城灾难,为什么大唐后在吴都城在西安,家在长安斋路就要把西安通烂编辑整理? 最近看头条大唐后,历代王朝都城不选长安,被一帮所谓的历史学家搞拥了,不选长安的原因是粮食问题,危险可守等,特意查阅资料,归纳整理主要原因,战乱,长安城,皇城王宫被毁,历代王朝没有人财务能力,在线恢复长安城,人口被图签,地狂人稀一片废墟, 唐代宗,礼玉广德,元年七六三正月,安史之乱刚结束,土藩又开始东范,十月攻陷长安,礼玉逃往陕州金河南陕县,土藩飘略府库,市里,坟官社,长安萧然一空,资质通建唐纪七十。 这时第一次破坏,唐锡宗李轩广明,元年880,12月881年1月,皇朝起义大军攻克官李轩宇幻,官田令资等初开远门仓, 皇,逃往成都皇朝进军昭英金林同举,唐金吾大将军张之方帅文武官员到坝桥营将其义军,进入长安城皇朝于时, 三日在大明宫韩元殿及皇帝委定国号,为大齐年号金筒当时京师,九渠,三内。 宫氏宛然,就唐书西宗迹不久,由于义军同州金大立县,首将诸温叛变讲堂,和沙陀贵族李克用军的围攻义军, 在华州金华县,梁田坡金魏南世袭,明口金林同区东,东魏桥,金高陵区南,等战役中接连施历唐中和三年, 其金统四年883皇朝被迫退出长安城,由蓝田进入商山转战中原。 这时第二次破坏,光细元年885末,和中节度使王仲荣,连接李克用,与田令兹大战于沙远近大立县落河南,田令兹败退长安,劫持西宗逃往风降, 诸禄大军进城后,又大肆分裂,攻却萧条,虚非冒草矣,就唐书西宗迹。 这时第三次破坏,唐昭宗李叶干宁三年8967月, 风降节度使李茂贞兵通长安,李叶出华州,茂贞岁入长安, 自中和以来索契公事,事凡烧俱进,资质通建唐纪七十七。 这时第四次破坏,天赋元年9010月,宦官韩全会勾结神策军指挥使李济云等, 劫持昭宗去奉祝,又遂火齐成,新唐书韩全会传。 这时第五次破坏,最后还有一次是,天忧元年904正月, 宣武、宣义、天平、护护国四镇节度使朱温沟结宰相崔印, 劫持昭宗千兜洛阳,令长安居人案及千居,并毁长安公事,百思,民间卢社,取妓才,服务言和而下,资质通建唐纪八十,运网洛阳,至此,唐都长安成到毁灭性的破坏。 唐代末年战乱纷争,战乱之后,长安城人口锐减,当时人称,百万人家无疑护, 随唐盛世规模宏大的长安城一片瓦砾,二百多年繁华唐帝都长安城,化为一片废墟, 为什么西安高新唐延路,取江雁塔广场南边,都有城墙移植公园,这里还有一段唐末含见节度使缩长安城记载,太长了这里暂不提说。 唐后,军阀割据,外敌入侵,长安城不断经历战乱,五代以后,千疮百孔的长安城因人口,防御,工程等条件 历代王朝没有那么大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,再建恢复一座帝王首都长安城,不再首选建都长安,长安的地位衰落,长安失去国家政治中心地位,逐渐成为地区行政中心。